可以拖进来 这样子也是可以的 明白了吧 所以他在这个访问的时候 这样子我们就把他的这个发布结构 给他定义出来 这就是我们的 这个 deployment 对 deployment diagram 是不是很简单 所以这两张图 要用的时候大家要记住 就是画我们系统的 软硬件的物理结构的两张图 当我们在 不光是发布的时候 我们可能在设计的时候 就要去用到它 对不对 大家下来也都练一下 这个部署图的话 部署图的话 给大家布置一个作业的话 就是画一下你自己的APK程序 不过这个太简单了 这个太简单了 他到时候怎么部署 怎么部署 问一些问题 如果已经有了某些对象的简切化 这些简切化不是标准的UML图形 能够和UML图形混用吗 这个我们联想到谁了 简切化 我们是不是联想到他了 也就是说 这个图形我能不能拿来和他们一起混用 对吧 比方说 我们能不能在这个工具里面去添加一张图 看看它的导入 这个工具 没有啊 在哪 这个工具可能不能直接添图 有的工具是可以的 我试一下 附件 附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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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一个截透器 不让 不让 但是有的图它是可以直接来添的 所以这个大家下来可以自己来研究一下 但是原格上来说 就是你在手画的时候 你是可以的 也就是说我们是允许这样子来添加的 只不过有的时候会受限于一些工具 进来没 没进来 我们有时候会受限于一些工具 OK 那么但是我说了 一切是为了我们把问题给它讲清楚 所以 我们是可以的 只要符合将是否表达了更准确这样的目标 仅仅记住我们的UML是画蓝图草图设计图 蓝图草图设计图 至此 我们的UML的这八张图就给大家讲完了 那么在八张图讲完了之后 我们是不是就要讲一个图形的混用 图形的混用的时候 主要我们画两张大图 一张大图就什么呢 在需求阶段 我说是以用力为驱动的 所以在需求阶段 我们是画用力图 然后把其他的图里面的元素 想办法给它加进来 那么设计阶段 我们就画类图 画类图如果需要用到 我们也把其他图里的元素 往类图里添加过来 这两个原则大家记住就行了 后面我们会大量的会用到这样的一些例子 特别我们在做需求的时候 大家都会看得到 那这里我们就不去练了 大家下来可以自己去试一下 我好像之前给大家 我好像刚刚才给大家尝试过 怎么把一个另外一张图的对象 添到我们的用力图里面 对吧 好 关于UML的内容 我们就讲这么多 给大家推荐两本书 一本叫UML参考手册 一本叫UML基础案例与应用 这两本书 作为初学的UML者都还是蛮有用的 那么书上讲的语言 他讲语言会讲得很活 那么大家一定要掌握 我现在教给大家这一套画杂 教给大家这样一套用法 因为这个就是全都是我的经验 那有的朋友就会说 桑姐你这样讲出来好简单 但是我会告诉你 很多人做了四年了 他不一定有能够流畅的 把UML用到这样一种程度 所以如果你能按照我的这种思路 把它流畅的 运用UML在各个领域 恭喜你 你这方面 已经超过了很多 开发了四年的成员 所以我之所以简单 那是因为这是我经验的总结 总结完了 精华总是浓缩的 对不对 糟粕 就不叫糟粕 就书吧 你去看吧 保证看得你们头大 如果不听我这一块的话 初学者很容易看得头大 所以我最后能说这么几句话给大家就够了 这就是几年的经验 OK 好 开个玩笑 但有一定的道理 所以简单才好 简单你们用起来会更加的得心一手 以后还会有升华的内容 但是等你们等大家把我讲的这些都掌握了 有需要的话 我还会再讲更复杂的一些内容 OK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一下UML 我对大家的一个要求 还蛮多的啊 熟练的 熟练的 还有这些图的描述 要模式化的 模式化的分析 模式化的去决定什么样的UML 这些能力你现在还没有具备 也没有关系 因为在需求阶段 我还会再去说 熟练掌握我们至少一个UML工具 这里我推荐大家考虑StarUML 或者Rose Rose7.0 但是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有一个工具很漂亮 叫EA 大家可以下来自己去研究一下 事实上在这些角度 后面我会讲到 不同的工具 它结合到一起 可能就是我们软件开发生命周期的各个工具的组成 像Rational那一套 就是这样的一个组合 考核目标 如何确定用力图的边界 类图中的组合和聚合 分别用什么图名表示 组合和聚合的区别 关联和连接的区别 现场就你今天来面试的过程画一张用力图 如果哪一天大家在面试的时候被问到这个问题了 你真的要现场拿着纸盒笔就能画一下 要求 要求 以后给你女朋友写情书 就不要画别的画了 画用力图吧 反正也是画画 看头说话 这才是程序员的风格 完成课堂上所有的case OK 看有什么问题 没有 今天的话 内容没有走得很快 没有讲很多 主要是希望大家把用力图里面的 不是用力图 把院没有图里面的类图 好好的掌握一下 你看我们的类图其实确实比较复杂 对不对 特别是我在类图里头要求大家掌握着这个重点难点的这个图形 我要求人人都要回 人人都要回 一定要下来练 一定要下来练 OK 那今天内容我们就讲到这里 明天开始我们去 开始跟大家简要的讲一下软件工程的管理概述 当然单纯的讲这个会太空泛 我会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围绕着一个例子我们来讲 好 今天内容就讲到这里